时辰一道 斩 来人 开斩 两名死囚正被五门斩首 正当柜子手欲行刑之时 一柄大刀从远处飞来 随后两道身影凝空出现 来人正是朱铁桥和张若贤 两人从屋顶施展轻弓直接杀入刑场 对着柜子手便是一番屠杀 朱铁桥随即斩断铁链和镣铐将两人救下 一旁的宦官剑撞联盟下令缉拿侵犯 顷刻间双方瞬间缠斗在一起 即便侍卫人多是众 可仍旧敌不过两人武功高强 片刻间便杀出一条血路 两人正欲带着囚犯离开时 埋伏在人群中的汪元正瞬间出手 一掌就将张若贤打至重伤推到刑场边 就在汪元正欲要痛下杀手时 藏匿于城墙之上的向心三人连忙飞身前来营救 掌心金光显现徒手便挡下这致命一击 汪元正见状瞬间大惊 向心用魅力将剑刃挪至一旁 随后一脚将其踹飞出去 向心冲杀而去 向心双手何时将剑刃接下 不料此时身后一人持枪偷袭 向心闪避之时不慎被击中复骨 郭问梅剑撞飞身将火盆中的木棍挑起 而后施展剑法将木棍朝场中侍卫击取 与此同时 城楼之上一道人影凸显 来人手持炸药包朝刑场中央扔去 场中顿时炸声四起火光四溢 此人正是北盖红七宫的传人风舞 只见他赤手空拳从天而降 凌厉的颓发打的场中侍卫难以靠近 仅此片刻就将周身侍卫击飞出去 就在此时 一名女子手持久结编至金面门之处 风舞连忙闪身躲过 而后一把将其鞭子抓住 眼见衣服被女子拔破 风舞瞬间来了脾气 此话一出风舞不再与其纠缠 而是朝着侍卫冲杀而去 想住郭问梅将囚犯带离此地 不料二人却不愿就此离去 想要以死明智唤醒昏庸无能的大名皇帝 眼见两人如此顽固不宁 郭问梅无奈之下只能将二人打晕 准备将二人带离此地 然而言松却仍旧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 仿佛一切都在其掌控之中 我不其然 一道身影快速掠过风舞身前 此人身法飘逸快若闪电 就连风舞这样的绝顶高手都无法看清身影 来人手持佛珠口中心法默念 顷刻间金色铠甲快速覆盖双臂 就连食指都变成了金色立爪 此人乃是金轮法王的传人九如法王 只见他凌空跃起全境直击郭问梅面门之处 即便郭问梅奋力抵挡可仍旧无济于事 少有不慎就被铁爪划破面门 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郭问梅不敢再有任何留守 随即飞升而起施展峨眉剑法与其对招 两人交手瞬间火光四溢 全剑碰撞之声不绝于耳 九如法王不但内力深厚 其周身更是刀枪不入 即便郭问梅使出浑身解数 也始终无法伤其分毫 最终被九如法王一掌击飞出去 就在众人陷入苦战之时 杨天纵居然带着大明皇帝立于城楼之上